我们看一下这是投资的时候入账的成本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我们刚刚谈到第二阶段的是 如果你持有这些投资 持有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是持有股票就会产生股利收入 如果你是持有的是债券的话 你就会产生的是利息收入 这个还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要先谈一下 第二个如果你是debt 你就会产生的是什么 interest revenue interest revenue 不管你是什么科目之下 利息比较单纯一点 因为他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所谓的share dividend 跟cash dividend 利息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会收到现金 只是还没收到你就应收利息 也是你的资产 不管你是trading还是available for sale 反正你持有的债券 他最后就是付你利息 所以你会产生的是利息收入 那这边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你是trading 或者是你是available for sale 你拿到股利的时候 你拿到股利的时候 你拿到是现金股利的时候 你是借现金带股利收入 如果你拿到是股票股利 那你就要做备忘录 我股数增加多少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要谈我股票投资 除了trading 除了available for sale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这边 investment in equity 好 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去讲它 这叫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好 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所以意思这个会计科目 其实就告诉你了 他的会计处理是用权益法 equity method 前面这两个 好 你这两个会计处理呢 如果你是股票投资的时候 我们会叫做cost and fair value method 他的会计处理 好 我们会叫做假不讲他的成本 入账成本 好了 他的会计处理是什么 fair value 供允价值法 这两个他的会计处理 我们叫做公允价值法 为什么叫做公允价值法 待会我们再来提 那这个投资 我们这两个都是在讲股票投资的时候 这两个都是 如果我投资的是股票 如果我很快要把它卖掉的 就trading 如果我要持有一段时间才卖掉的 就available for sale 我如果对这个公司有企图心的 我叫做什么 investment in trade equity 权益法下的投资 那我们就要谈 他讲权益法下的投资 意思是他的会计处理 就采取什么 equity method 叫做权益法 他的会计处理叫做权益法 这两个科目 他的会计处理 我们叫做公允价值法 fair value 公允价值 这个叫做权益 权益法 好 那我们就要谈 这个权益法之下 他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 我投资当时有用多少钱 马中多少钱入账 跟available for sale一样 但是要接下来谈的是 当我做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如果被投资公司发放股力 那我们要谈 如果他发放的是股票股力 就跟这个一样 他如果是股票股力 跟这边一样 你都只要做备忘录 所以当你是股票股力 不管你是trading 你是available for sale 或者是你investment in equity 都一样 只要是被投资公司 发放的是股票股力 你都只要做备忘录 但是如果被投资公司 发放的是现金股力 如果是现金股力的话 在equity method之下 他的会计处理比较特别 一样他是debit cash 一样被投资公司拿到现金 因为发放现金股力 他一样收到现金 但是他的泰方比较特别 他是什么 他的原来的科目 假设我原来用investment in equity 他代际的科目就会什么 investment in equity的钱少 因为这个是投资科目 投资科目他是资产 他是一个资产性质的会计科目 那我现在写在代方 当被投资公司 发放现金股力的时候 我是借现金 代投资科目的减少 也就是说借现金是资产增加 代投资科目的减少 是资产科目的减少 所以当我是发放现金股力 而且我是采取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会计处理的话 他发放现金股力的时候 我是资产增加资产减少 为什么 重点就在于 这个科目里面 我是不是讲他有一个equity equity这个文字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这个会计科目的金额 会随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金额变动而变动 好 什么叫做equity 也就是说当投资公司 他的会计处理是采取权益法的时候 意思是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会随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金额变动而调整 所以你看一下 当被投资公司发放现金股力的时候 我们上次第十章讲 发放现金股力 保留益余减少 权益金额减少 equity就是权益金额减少 既然他减少 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也要跟着减少 因为他采取的会计处理叫做权益法 这样清楚吗 再说一次 这个会计科目 我说他investment equity 叫做权益法下的投资 这个会计科目或者是个分类 其实就已经告诉你了 他的会计处理就采取权益法 什么叫做权益法 也就是说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你要叫share investment 或者是investment equity 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算是你的会计科目 这是你的投资科目 当被投资公司的权益科目减少 因为他发放现金股力了 保留益余减少了 权益跟着减少了 他权益减少 所以投资公司的investment equity 或者是share equity share investment 他就要跟着减少 再代方就减少了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个科目 这个会计处理 特别 很特别 也就是说很特别 是因为跟前面的 所谓的trading 或者是available for sale 不一样 如果是trading 或者是available for sale 他发放现金股利 你是debit cash credit dividends revenue 因为你都是要借现金 你都拿到现金啊 没问题 但是你的代方 在交易目的或被公出售 你就是什么 代季鼓励收入 但是如果你是权益法 我拿到现金的时候 我的投资科目的金额要减少 因为被投资公司的权益科目减少 我这个投资金额科目就要跟着减少 这个叫做权益法 所以他的权益法是指什么 指投资科目的金额是随着 是跟着被投资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而调整 他如果增加 他就会借投资 他如果减少 他就会带投资 所以他的科目的金额是会随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的变动而跟着调整 这样清楚吗 什么叫做权益法 好 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 它两个的处理方式不同 从这里开始不一样 所以当他发放股利 尤其是指现金股利 当他如果发放股票股利 为什么他只要做备忘录 拿权益法来讲 发放股票股利 被投资公司的权益总金额有没有变动 没有啊 他只是保留盈余跑到股本 权益总金额没变动 权益总金额没变动 所以在权益法之下 投资的科目就不用做任何调整 这样听懂吗 所以为什么我刚讲 如果你是发放股票股利 你是原来的投资科目是用trading available for sale 或者是investment in equity 通通不用做正式的分录 你只要做备忘录就可以了 好 所以完全没有去冲突 我刚刚讲 当被投资公司发放股利的时候 如果他的权益科目减少 他的权益金额减少 在权益法之下的投资金额也要跟着减少 就完全不冲突 是完全配合 吻合我们这样的说法 好 这是 持有这个科目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就是发放股利 好 如果你是债券投资 就是发放利息 好 那第二个 持有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拿我的trading 拿我的available for sale 他的目的都是要卖 所以他要卖的时候 就很也很简单 卖的时候就看你帐上所承认的 这个科目的金额跟你售价 中间的差来承认你的处分损益 就这样 好 就拿你的售价跟你出售当时候的 帐上的金额来决定你的处分损益 所以跟我卖完全一样 我们说你卖任何东西 我卖资产 一样我卖掉的金额跟我帐上 出售当时候的账面金额来做比价 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所以当他出售的时候都一样 好 所以只要你叫卖 你就要去决定你有没有产生出售损益 那当然你的investment equity 也有可能出售 好 也有可能出售 基本上的逻辑是完全一样 就你卖的价格 卖拿回来的现金哦 好 因为你卖拿台湾的股市来讲 我卖 我卖价 我卖台积电150块 我拥有一千股 我卖掉它15万 但是你拿不到 拿回来的金额已经低于15万 因为你还是要扣掉手续费跟税 所以当我的决定处分损益的时候 是我拿回来的现金 跟我的账上来做比较 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好 所以我收回的现金 而不是我的卖价 我收回的现金 然后来跟我的账面金额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好 那这边要再谈第三个阶段 其实第二个阶段很单纯 就是我当时的账面金额 是多少 跟我的卖家来做决定 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但是我的账上金额 会不会变动 会不会变动 有可能会变动 为什么会变动 其实如果第三个阶段 我们要谈你的账 那个年底 当你报导期间结束日 在你的资产负债表 因为这些都是资产科目嘛 所以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资产负债表 你的资产负债表 这些科目的表达 这几个科目的表达 它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它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也就是它呈现的是什么金额 它呈现的是什么金额 所以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它叫做Fair Value Method 意思是说 当报导期间结束日 如果公司还持有这些 Trading Available for Sale 它在报导上面的金额 就依它报导那天的公允价值来呈现 所以叫做Fair Value Measure 叫做公允价值法 也就是说 报导期间结束日 那天 这些科目的市场价值 公允价值是多少 我的财务报表上面 就要呈现出这个金额 就是要呈现出这个金额 好 所以这个叫做公允价值法 好 那回过头来谈 那权益法呢 这个Investment Equity 或者是Share Investment 这个科目呢 我们说它用权益法 所以它在报导期间结束日 这个科目 跟公允价值有没有相关 去想想看 它有没有相关 从我刚刚谈到 它叫做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去想想看它有没有相关 乙欣 能不能告诉我 你觉得有没有相关 那品轩要不要帮忙它一下 好 报导期间结束日 在权益法制下的会计 在权益法制下的会计 处理这个Investment Equity 这个科目 它跟市场价格 公允价值有没有相关 就是它报导 我们刚刚讲 所谓的trading 跟available for sale 期末 它都要跟着公允价值去调整 因为它在财务报表上面 有关于trading 有关available for sale 它的报导的金额要符合 就是要以 报导那天的公允价值来呈现 在它的财务报表上面 那如果是Investment Equity 这个会计科目呢 这个投资呢 它在报导期间结束日那天 要不要去反映 这个被投资公司的公允价值 从我刚刚讲 我们Investment Equity 意思是说 权益法下的投资 我刚刚已经谈 这些权益法下的投资了 其实我已经有提示大家了 什么叫权益法下的投资 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会随着被投资公司的股东权益 变动而调整 这叫权益法 所以当它发放现金鼓励的时候 因为被投资公司的权益会减少 所以投资的金额就要跟着减少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有写 当它是equity measure之下 当它收到现金鼓励 它要代际投资 投资是一个资产科目 因为为什么要代际 因为它的被投资的公司 权益减少 因为发放现金鼓励了 权益就跟着 权益就减少 所以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就要跟着减少 这个叫做权益法 好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谈到 它发放现金鼓励 现在谈到它报导的时候 这个科目要怎么样去反映 或者是在它的报表上面 要呈现什么样的价值 呈现什么样的金额 在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期末 它的投资的金额 投资科目的金额 要不要跟着公允价值来做调整 要不要 刚刚讲 trading available for sale 它要跟着公允价值来做调整 那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期末在编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它要不要跟着公允价值来做调整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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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什么你觉得要 好 也先觉得要 佳萱 你觉得呢 不要 不要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不要 说不出来 直觉判断不要 笑圣灵 觉得呢 不用 不用 为什么不用 好 这是答案啊 因为什么 请你想想看 我们在讲十一章的时候 在讲公司的权益 期末会受到什么影响 损益的结果 当年如果损益表的结果 我会跑到保留盈余 保留盈余增减 他的权益金额 就会跟着增减 请问一下我有说 他年底的市价 去调整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权益法就是因为投资公司 要跟着被投资公司的 权益金额变动而调整 竟然被投资公司的权益科目 权益金额 期末跟市价是无关的 市价是无关的 所以他没有 竟然他没有跟着市场 供应价值去做调整 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当然就没有调整了 所以他讲的对啊 是因为投资公司的权益科目 被投资公司的权益科目 并没有因为市价 供应价值去做任何调整 所以当然投资公司 他的投资科目就不要调整 因为被投资公司的权益科目没有动 没有变动 他就不用动 这样疑心清楚吗 好 所以为什么他叫做权益法 其实我说 从他的会计方法上面 就有告诉你一些提示了 为什么他叫做供应价值法 意思是说 他报表上面 期末在资产负债表上面 报导期间结束日 他的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上面 就要反映的是他的供应价值 那供应价值跟他原来账上的金额不会一样 所以他一定要调整 好 那权益法呢 他期末不会因为你的供应价值去做调整 但是期末他也要调整 期末为什么他要调整 期末为什么他要调整 为什么要调整 留百药 为什么要调整 期末 期末被投资公 投资公司的权益法之下的投资科目 期末也要跟着调整 也要调整 不用跟着市价调整 不用跟着供应价值调整 但是他还要做调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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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德 有没有想法 还是把要随时可以把你的想法提出来 有想法了吗 有没有漏掉一些 你以前还没发放几个鼓励 所以要把他的机会 不是以前没有记到的鼓励 不是漏掉 因为如果漏掉就是更正耶 错误更正耶 我们讲说期末要调整 好 我们用词很精准 一样叫做分路而言 一个叫跟正分路 一个叫做调整分路 好 这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想法 为什么 在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期末虽然不用跟着供应价值调整 但是还是要调整 那你应该去想 他为什么要做调整 他调整什么 他调整什么 调整 当然是调整这个科目 但是他为什么要跟着调整 为什么要跟着调整 你说 不知道 好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 心仪 你也不知道 好 我们刚刚一直讲他是权益法 被投资公司期末 他是不是有 我刚刚也讲他的损益结果 会跑到他的保留英语 被投资公司也是期末 他也会结账 结账损益表的结果是要跑到保留英语 他的保留英语有变动 他的权益是不是跟着变动 再想想看 被投资公司期末年度结束 他也年度结束了 他要做损益的结果 他编损益表 要去计算当年度的损益结果 损益的结果是不是要跑到保留英语去 他跑到保留英语 他的权益是不是经常就变动了 他赚钱权益就增加 他亏损权益就减少 所以他的权益科目有跟着调 就变动了 那投资公司 我刚刚讲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要随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金额变动而调整 既然他权益变动了 被投资公司的权益调整了 变动了 我当然要跟着调整 所以期末 equity之下 他也要做调整 只是他的调整不是跟市价有关系 不是跟公理价值有关系 而是跟被投资公司的权益有关系 因为他权益受到损益的结果的影响 所以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也要跟着调整 所以我在讲 你的会计处理你只要想 他就跟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 他权益有变他就跟着他动 只要被权益法之下的意思是什么 只要被投资公司的权益 有变动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就要调整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说你只要抓住 他叫做equity method 他的equity是指被投资公司的equity 这样清楚吗 所以你说你有时候 把这个观念理清一下 他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他为什么是这样 他为什么叫这个名称 因为他的会计处理就是跟着这个名称 有关系的 好 你猜我有没有抓到蚊子 我觉得好像有 我把他摇昏了看看 因为我感觉上我应该有把他抓到 没有 因为我一抓到蚊子 他突然间不见了 我还神来之手 不是子王之卧 好 好 所以这个是他的会计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去 现在呢我们暂时都不去谈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留的 债券投资的 尤其是 Available for sale的 债券投资 我们暂时都不提 Hear to maturity 我们也不提 所以我们focus在 如果是trading 好 那trading的时候 有可能是debt 有可能是shares 然后如果是Available for sale 我们只讲是shares 那如果 不是如果了 那因为另外一个 如果你是investment equity 因为一定要讲个权益法 让你知道他有的差异性在哪里 好 所以因为最后面还跟你讲合并 还讲合并报表 高块里面 三分之二的章节 就在讲合并报表 怎么 两家公司怎么去编合并 这是高块里面讲的 好 那合并 感觉上就很简单 是两家公司相加 相同的科目相加 但是他如果这样有什么好讲 高块为什么讲到三分之二 高块是一学年的课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就一年里头有三分之二的章节 都是在讲合并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 两家公司之间的交易 该怎么去处理 好 但是这边有稍微提到合并的问题 当你要什么情况叫做合并 当投资公司 对被投资公司有控制力 有控制力了 那你就要编合并 好 因为课本上有提到合并的概念 所以我稍微提一下 好 这是我们的 在投资里面 好 我说的投资里面 我们现在没有谈 here to maturity的 好 投资 他的 债券投资我们没有提 好 这个呢 这个我们没有讲 好 留到中块的时候再讲 这个我们也只强调是share 我们debt的available for sale 我们也没讲 好 所以这三个 我们今天等于主要讲这三个 好 那这三个里面 主要的重点是在share 那如果是trading security 残debt 因为课本上举的例子很简单 你就是什么 收股利 收利息而已 好 那你年度结束的时候 他还没有 你还没有 你该承认利息收入 那 还没有收到 你就承认应收利息 就跟我们期末调整一样 我买个债券 他每一年的3月1号付利息 那我每一年复习一次 那我12月3日年度结束日的话 那我是不是 我上一次收到利息是在3月1号 所以那时候收到两个月的 所以我后面还有10个月的利息 要等到什么 隔年的3月1号才会收到 所以12月3日我就承认 10个月的应收利息 好 因为利益 该收还没收到 那你期末调整 好 就承认应收利息 带利息收入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这我们来看课文里面 讲了些什么 好 请你看一下呢 好 在我们的600页 好 公司为什么要投资 好 公司为什么要投资 如果你投资的是 这个 trading 或 not available for sale 好 或者是heal to maturity 其实这个投资 你的目的就是希望赚到 比你放在银行 还要好的报酬 returns 你希望赚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希望的是什么 投资能够让公司的获利更好一些 好 那这个是一般的投资 好 那我们这边谈的这个投资呢 主要都是谈你要让个嘛 你要赚得这个比较好的报酬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601页就开始谈了 好 好 这边你可以看说 那我的 投资的那个 投资的标的吧 投资的形态 好 那 比如说呢 在601页的Electration 12-2 好 他就有提到几种的投资 好 那 比如说呢 他是持有房子 或者是 呃 持有房子 愿意持有房子呢 呃 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需要这个房子 所以 公司买 买房子 买机器设备 都叫做投资 你买的房子 因为你可以自己用 所以你就什么 不用去跟人家租 好 所以只要你记得 我的非流动资产 持有的目的 通常我们都会叫做投资 你买机器 为什么 因为你买了机器之后 你可以生产 生产出来的产品 你才可以卖 你才可以赚钱 所以你的买机器 这个算是投资的行为 我买房子也是一样 因为我买了房子 哎 公司可以什么 有个办公的场所 我就可以不用租 好 所以我买房子 也是一种投资 好 但是我们这边讲 这种投资 通常是跟你的 营运有关系的 那我们现在谈的 这个投资 主要是针对 跟你营运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你有一笔钱 好 但你跟营运有关系 就是什么 你采取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可能会对你的营运是有关系的 好 但是如果我是 有暂时的刑事资金运用 去做的投资 那只是什么 想要获得比较好的报酬而已 好 所以呢 这个 Ellectration的12-2 就有提到说 你有整个 整个形状的 几种形态的投资 好 那当然投资 要看你什么 是高风险 低风险 那就看公司的 投资 投资的 这个应该心态吧 那我一再强调 当你做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 一定要有个认识 高风险才会有高报酬 换言之 你要要求高报酬的投资 你一定要承担高风险 好 你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好 这是一个基本上你要去了解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会计处理 有关于债券投资 好 所以601页先去举例 假设我是债券投资 好 那我们的投资呢 是依我的什么 取得的成本入账 好 他说呢 比如说假设 这个K公司呢 取得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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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公司 利率80 对不起 利率80 10年期 面额1000块的公司债 好 那他取得50张 好意思是说 他取得50张 这个面值1000块的公司债 然后呢 他用多少钱买 用5万块 好 所以呢 他就是5万乘上1000 每一股50块去买吧 就是 他就是5万块 好 所以他他就花了5万块 不管他是 取得这那个50张 是多少钱买的 都没关系 他的成本是多少 多少钱入账 所以他说呢 他花了5万块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1月1号 他就借债券投资 贷现金5万 好 那我持有债券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什么 获得利息 好 所以假设呢 这个地公司呢 他的利息 每一年呢 1月1号发利息 好 然后因为呢 他的债券的金额 就是每一张1000块 然后买了50张 所以他持有5万块 5万块 因为面额 我们的利率是什么 票面金额乘上 票面利率乘上 他复习期间 他一年只复习一次 所以5万乘上8% 乘上12分之12 所以一年嘛 好 所以他每年会获得 4000块的利息 那因为12月31号 是他的报导期间结束日 因为他是每年的1月1号付 所以12月31号 那一天他就要承认 interest receivable 应收利息 带利息收入 好 这是601页的第二个分路 好 因为投资债券 我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利息 那1月1号 我收到现金的时候 我就冲我的应收利息 602页 所以这个很单纯 他讲的是债券投资 好 那当我卖的时候 好 我买了以后 像我刚刚讲的 我债券投资我的目的 可能是要持有到到期日 有可能是随时准备要卖 好 所以这边他先告诉你说 如果你卖掉 总而言之你的卖价 跟你卖出售当时候的账面金额来 决定你的出售损益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假设 现在是说 这个K公司呢 他收到了 5万4千块 好 的这个现金 来自什么 他卖掉第一公司的债券 他是不是在2017年的1月1号 好 这个K公司的买了D公司的股票 2017年的1月1号 然后再来呢 2018年的1月1号 他把它卖掉 好 那 卖掉5万4千 那当然第一个 他利息一定是付给什么 付给这个K公司 所以他前面一定要先借现金贷 应收利息 然后再来呢 他债券原来的 入账的金额是5万块 所以他卖掉的时候 就产生4千块的出售利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2018年的1月1号 debit cash 5万4 然后credit debit investment 5万 然后gain on sale debit investment 出售债券投资利益4千块 这样看懂吗 好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假设 他不是在2018年的1月1号 我现在改一下下 改一点点 好 让你去想一下这个问题 它是在2018年的 2018年的3月1号 好 他卖掉 他卖掉这个债券 好 我先 好 不要 3月1号 不要3月1号 这样不好看 出出来的数字不好看 假设是4月1号 卖掉这5万块 他原来买进来5万块的债券 一样 卖掉呢 拿到的是5万4千块的现金 请问一下你的分路要怎么写 他不是在1月1号 而是在4月1号 然后他卖掉拿到这5万块全部卖掉 他拿到5万4千块的现金 请问一下这个交易分路要怎么写 交易分路要怎么写 交易分路要怎么写 我把这个时间稍微改一下 其他条件都一样 好 他指示 他指示 不是在2018年的1月1号卖 他指示 而是在2018年的4月1号卖 一样卖掉拿到5万4千块的现金 请问一下你的交易分路要怎么写 第一个 一样是出售嘛 你就要先想 那我出售这个时间点 这个债券的价值有多少 出售这个时间点 4月1号 这个债券的价值有多少 5万块是他买进来原始的成本嘛 但是经过了3个月 这个债券就有3个月的利息 所以这个债券的价格不是单纯的5万块而已 还要加上3个月的利息 这样听懂吗 因为你卖给他了 以后 这个D公司发放利息的时候 是给什么 给买方啊 K公司没有拿到喔 他就没有拿到这3个月的利息啊 因为债券的特性是什么 一定的时间支付一定的利息 这D公司呢 反正时间到了1月1号 他就付1年的利息给你 你持有5万块我就付你4千块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持有的 反正现在你是我的债券持有人 我就付给你4千块 好 但是原来的卖方呢 就讲是这个K公司来讲 我持有3个月啊 我持有3个月 本来就有3个月的利息嘛 只是我现在还没拿到 但是12月3 那个隔年的1月1号是 D公司是会付给这个 现在新的买方啊 那我先帮你持有这3个月 你要先给我3个月的利息 虽然到时候是1月1号 这D公司才会付给你4千块的利息 但是我持有这个公司的时间 有3个月 所以本来我就应该收到3个月的利息 但是到时候呢 因为这个D公司发利息的时候 1发利息那时候的 持有人来发放利息 所以前一手就是我现在的K公司 要卖给后一手的人之后 我说那你要先把3个月的利息给我 因为你到时候会拿到12个月的利息 可是实际上你持有这家公司 债券只有9个月而已啊 所以你本来持有9个月 你只能持有9个月 你就应该收到9个月的利息收入 那前面的3个月是我持有的 所以我要收到3个月的利息收入才对 好所以我的分路会怎么写 我就会写 一样我拿到5万4千块的现金嘛 好我是借现金 debit cash debit cash 好再来我这个债券的 债券的原始入账成本 这个时候的账面金额还是5万块 但是因为我持有了3个月 所以我有一个interest revenue 利息收入 所以我的债券在这一天 它的账面金额 除了5万块的面值之外 我还有3个月的利息 票面金额乘上票面利率乘上期间 我持有3个月 因为4月1号卖 所以我持有3个月 所以4千除12乘3 所以我有1千块的利息收入 这些算出来是有1千块 所以呢我出售利益 就没有刚刚课本上面写的4千块那么多 因为我4月1号卖掉的时候 这个债券的价值有5万1千 所以我出售利益 只有3千块 因为这个债券在4月1号的价值有5万1 我拿到5万4千 所以超过的部分才是我的出售利益 这样听懂吗 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 你不知道5万块 可是因为你只有3个月 本来你就应该有拿到3个月的利息 那这3个月的利息呢 你先跟你的后手拿了 到时候这个后手就会拿到12个月利息 这跟我们在券发行的时候很像 这个如果大家有回忆去想一想看 我们在讲债券的时候 这是长期负债的时候 其实有应该有讲过类似的概念